本节我们讲解一下基准平面命令的使用 通过该命令创建新的基准平面 执行基准平面的方式有两种 对一种选择菜单插入基准点 基准平面命令 第二种方式单击主页选项卡 特征组中的基准平面按钮 选择其中一种方式打开基准平面对话框 在类型下拉列表中有多种类型选择 自动判断根据系统根据所选对象创建基准平面 按某一距离通过何以存在的参考平面或基准面 进行偏执得到新的基准平面 乘以角度通过于一个平面或基准面 乘指定角度来创建基准平面 二等分 在两个相互平线的平面或基准平面的对象中心处创建基准平面 曲线和点 通过选择曲线和点来创建基准平面 两直线通过选择两直线 若两直线在同一平面内 则以两条直线所在的平面为基准面 若两条直线不在同一平面内 那么基准平面通过一条直线 且和另条直线平行 相接 通过何以曲面相接 且通过该曲线上点或线或平面来创建基准平面 通过对象 以对象平面为基准平面 点和方向 通过选择一个参考点和一个参考时量来创建基准平面 曲线上 通过以存在的曲线创建在该曲线某点处和该曲线垂直的基准平面等 我们选择按某一距离类型 进行操作 选择平面参考 选择XZ平面 在偏执选项中 距离文猛框中输入 偏执距离80 输入平面的数量 要创建基准平面的数量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基准平面的创建